痕痛其實你就會很不舒服了 更何況是有些朋友他是慢性的 然後這種持續的 那個痛大概是我們沒辦法想像的 那事實上有些朋友也跟我說 阿醫師你在治療我可是說真的啦 我講一句實在話 我怎麼痛你其實不了解 這個是真的 因為那個痛其實是很不舒服的 我們只能想像 但是我們永遠無法了解 就是大家的這個疼痛 但是光用想像的我們就知道 其實這樣子的痛其實是很不舒服 那包括像剛剛我們有一份主任聊天談到 就是說他的痛跟其他的痛又不一樣 我們其他的人 比如說你可能是關節炎 比如說可能肌肉拉傷 你那個都很明顯 每個人都會知道 所以醫師也會說 喔你這個肌肉拉傷我幫你治療 然後你的那個 你的可能先生或你的家人看到就說 這個拉傷了啦 我幫你就是服務一下 你就休息幾天 可是呢 肌痛症的朋友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你去看醫生 醫生說 阿你沒病阿 你來做什麼 他沒有這樣講 但他可能那個眼神就告訴你說 你為什麼要來這樣子 那家人也是一樣 家人可能會覺得說 阿你就沒有怎麼樣阿 我看你人都好好的 阿有什麼他在發痛 那所以其實肌痛症的病人 他其實需要更多的關注 什麼是肌痛症 有些人都有這樣的經驗 或者你有這樣子的問題 也要懷疑有可能是肌痛症 就是說 你這邊也會痛那邊也會痛 痛會跑來跑去 而且其實也講不太清楚 到底是哪裡不舒服 然後呢 你不管怎麼樣休息 都還是覺得很疲倦的話 然後去醫院檢查呢 就是找各式各樣的醫生 都找不到原因 這個就是所謂的肌痛症 所以我們 所說的肌痛症 要叫做神秘的疼痛症 因為他其實檢驗不出來 所以其實很多人他其實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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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苦在心裡 因為檢驗不出來 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哪個因素 那 他除了疼痛之外呢 他還會影響到我們身體的很多層面 那 也會有其他的一些 就是 相關的一些症狀 所以剛剛有提過 行為激動症不是 抽個血 或 造個騙子就可以診斷 所以其實 診斷上呢 會讓大家覺得很挫折 很苦惱 甚至有的朋友跟我說 欸醫師 今年你告訴我是行為激動症之後呢 其實我好一半的 你不用開藥給我了 因為我一天到晚就在想說 我到底是什麼病 結果你跟他講的時候 他就覺得好很多 並不少見 所以就是 當然今天就是大家 也很踴躍 那事實上其實並不少見 大概每一百個人裡面 就會有兩個流行為激痛症 所以其實是很常見 那 女性的機率是比男性高 大概是7比1的比例 那大概30到50歲是比較常見 理論上你30到50歲應該是 就是 正準備要衝事業的時候 那你可能 或者是準備要就是 照顧小孩啊 要照顧家人 要開始實現你的夢想的時候 可是呢 就是因為這個疼痛 會讓你很多的這個理想和夢想 會受到這個阻礙 所以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以看到 女性是男性的這個7倍 不過最近有發現 男性其實比例有慢慢在增加 所以其實 男性就是 就是 他可能比較 比較要 忍耐 所以就都不講出來 症狀很多 剛剛說過 他不是只是疼痛而已 他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症狀 所以像有些人他可能都有這些相關的症狀 其中最常見的 就是這三個 第一個是所謂的這個就是 全身性的一個疼痛 那第二個是一個就是 莫名的一個疲倦 那第三個就是失眠 那另外呢 他還可能會有一些就是 頭痛 然後有些人他就是 腳會覺得麻麻的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都很不舒服 有些人甚至會感覺 就是四肢會有點麻木 那個感覺其實很不舒服 那還有些人他可能是抱怨 就是他會 就是記憶力會下降 或者注意力都沒辦法集中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然後你看 腳部有時候會衝去 那更厲害更厲害的 我想這個是就是 更要注意的 有些人他會 影響到心情 他可能會焦慮 可能會憂鬱 所以我想一定要把這個走出來 這樣子 你才可以就是 去做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那你看他這個其實 牽涉的範圍其實很廣 所以其實我們的生活 可能就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疼痛 就被打亂 所以我們需要去 好好的去正視他 然後去處理他 對工作的影響 大家不要想說 痛 痛不會怎麼樣 如果以後有人跟你說 啊你這痛那個沒關係啦 那個忍一下就過去了 請記得就是告訴他 就是這個 某一個禮拜六的下午 我看醫師有放過這張 這個 半燈片 就說 只是因為疼痛喔 只是因為經微疾痛症喔 你看這是 這是亞洲國家 亞洲國家比較耐操喔 亞洲人都比較 那個 不怕動喔 一樣喔 因為疼痛然後去 就是曠職一天喔 請假一天喔 你看有的是 到達五成到七成的人 就是真的痛到受不了 就是 連工作都 都不工作了 那痛到就是 休息兩到五天喔 也大概有 有三分之一的人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這個疼痛喔 他很好奇喔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這種迷樣的一個疼痛 他的成因大概基本上是有兩個 一個是所謂原發性的 一個是所謂續發性的 那原發性的原因有很多齁 就是包括可能有時候有些外傷啊 有時候一些感染啊 或者是一些壓力啊 都有可能會造成我們原發性的這個 這個疼痛症 續發性的話的話 可能是因為其他的一些 就是 風濕的疾病 比如說 紅斑性狼腸 比如說 類風濕型關節炎 其實這個也都會讓你比較容易 成是這個疼痛症 我想用一個卡通圖 跟大家簡單的講 讓大家比較了解 說到底他的成因是什麼 這是一根針啊 然後去插這個 我們的手 所以 插到手會覺得怎麼樣 也會覺得痛嘛 所以 痛呢 這個疼痛的刺激呢 它就會藉由這個 我們手會先傳到我們的脊髓 然後再進一步往上傳 傳到我們的腦部 所以你看 脊髓的神經會先被活化 然後 喔 脊髓就說 有痛喔 有痛喔 才傳到腦部 所以傳到腦部 那為什麼我們要痛啊 奇怪 痛 有人覺得痛很舒服很愉快嗎 應該沒有 連我自己都不感覺 對啊 那 那為什麼我們要疼痛啊 奇怪 對啊 疼痛到底幹嘛 是 上帝用來捉弄我們大家的嗎 痛是讓我們不要傷害的 對 因為 你看喔 當你 當你 就是針插到你的手的時候 你會說 如果你不痛你會不會說 不會喔 不會喔 那這個就很危險 所以 當初 創造人類的時候 他就是需要這個東西 讓我們避免傷害 所以 疼痛是好事喔 他雖然不舒服 但他是好事 但是不能拖太久啦 但是 適量的疼痛是好事 所以你看喔 那他傳到腦部之後呢 於是 你就發現說 喔喔喔喔 有針在吃我的手 會痛 然後你腦部就開始 手就縮圍了 很好 這是一般人的狀況 所以 同時呢 腦部他會就是 發出一個 抑制疼痛的訊號 他會發到我們的 這個脊髓這邊 然後他會說 好了好了 你不要再傳疼痛的訊號來了 我已經知道了 我已經知道了 你不用再講了 那 那 我已經會處理了 你不要再跟我說 有痛了 正常是這樣 所以正常的 他痛一下 就不會再痛了 那 你手同時也縮回來 就沒事了 好 這裡有點大 那 疼痛的話呢 他心胃心痛症不一樣喔 他是這條路進出的問題 就是我們藍色這個 就是腦部傳下來說 欸 你不要再傳喔 你不要再傳喔 我已經知道了 你不要再跟我說會痛了 這個訊號出了問題 所以他沒辦法抑制 所以當你疼痛的訊號進來之後呢 他就一直在跟你說 疼痛 疼痛 聽不下來 所以你就會覺得非常的疼痛 所以你對疼痛會過分的敏感 這就是心胃心痛症的主要的原因 所以 就是我想 有些人說他是這個公主病 其實大家都希望真的成為公主 但是我想 事實上 這絕對不是一個就是 所謂我們一般常講公主病 我們一般說公主病 就是說那種就是 可能就是 過關這個舒服日子啊 然後都要求享受的人 但心胃心痛症的人 絕對不是這樣子的問題 他不是公主病症 他是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腦部的這個神經傳討出的問題 造成了這樣的問題 所以他是有一個病理的一個現象造成的 所以千萬不要說 你一直在喊痛 你這個是公主病發作啦 你這個是 都是公主病作祟啦 要找人來服侍你 千萬不能這樣做 所以這張實在的 要記住 可以給家人看 一個方造型 給家人看 所以 絕對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是因為你的這個 神經傳導出了問題 但其實只要經過好好的調整之後 慢慢的都可以 都可以回復到你原本正常的生活的狀態 所以 什麼時候要懷疑有纖維肌痛症呢 當然有些朋友是已經 可能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症狀 但有些朋友可能還不知道 大概有幾個情況下要懷疑 或者說你家裡人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也應該要鼓勵他們去檢查看看 有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包括說 長期的全身疼痛 找不到原因的齁 長期的疲倦 找不到原因的 或者說你本身有一些就是 免疫的疾病齁 像紅斑心狼腸啊 內孔死心管節 那藥物幫你治療之後 看起來 疾病活性都已經改善了 可是你還在 還在喊痛 這時候也要看說 會不會你其實是有這個 神經傳導的部分也有問題 另外呢 就是有些可能不知道 為什麼就是最近的這個 記憶力和注意力都比較差 這個我們也可以去看看說 你是不是有這種 慢性疼痛的一個狀況 跟大家簡介一下診斷的方式 大家都知道說這個就是 可能到時候就是醫師會幫你做 怎樣的一個檢查 這個是 比較早期的一個診斷方式 這個就是去壓野身上的 就是18個